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筹码洞足先机 董南掌握极先 大家好 我是谢忠林 欢迎收获今天 筹码洞南大户罗班的盘后节版视频 今天是礼拜五 这礼拜要做一天 在这边我先祝福所有的投票 大家在接下来的周休 都可以休假愉快 都可以形象四成 来看今天的盘 大盘今天中场下跌45点 欧利息是上涨的 而且欧利息是连续第二跟怎么样 第二跟小红K 那同学 今天是17号 那礼拜一就是520 520 其实今天震荡很正常 因为准备要放假了 一般来说礼拜五都很容易有怎么样 礼拜五都很容易有周末的慢压 尤其是这个礼拜 如果说以指数来讲算涨蛮多的 那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都想说520 会不会520之后就大了惨 就是指数开始压回 同学其实有时候事情 你不要看得这么悲观 因为同学你可以想想看 从去年到现在 其实指数基本上已经涨了一段 每到重要节日 我就直接问你好了 我们之前520之前是清明节 有没有跟你说清明变盘 有没有 清明变盘之前有没有什么春节变盘 然后什么端母节变盘 一大堆有没有 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到节气 就会有什么变盘 但是你看到目前为止就是创新高 所以你不用去管那个东西 你只要管大趋势方向 到底在不在就可以了 那大趋势方向的话 其实520之后 你说还有没有一些题材 说还有没有一些系 其实有的 我们今天来讲几个东西 但第一个520之后还有题材 我个人认为还有题材 尤其是怎么样 尤其是你不要忘了 5月 现在5月 接下来6月 6月份 第二季 第二季法人会作帐 然后呢 再来又是什么 Compute Test 所以AI它也是个大足軸 同学 台股会涨到2万点 你觉得到底在涨什么 涨航运吗 是涨航运吗 航运才涨3天而已 去3、4天而已 涨了这么一大段是在涨航运 不是嘛 从去年的5月开始 从头到尾都在涨AI AI的最大那一支叫做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就整个带起来 所以整个大足軸是什么 整个大足軸基本上就是AI的部分 那AI的部分其实下半年才是重点 同学下半年才是重点 上半年还在出H100 H100已经不是重点了 下半年的GV200 GV200是第四季才会出 所以现在你说像广达法说 技嘉法说 之前的洪海法说 法说之后没有喷 本来就不会喷 那怎么喷 已经喷成这个样子 他们在去年都涨过了 现在年初也涨过了 现在怎么样 现在跟你说后面 他们准备好了后面没问题 但后面没问题 什么时候业绩才会出来 题材发酵 题材实现 获利实现 题材已经发酵了 题材什么时候实现 GV200 请问现在出了吗 不是啊 第四季出嘛 所以有点耐心 好不好 有点耐心 然后呢 在这些大型股没有动之前 还是这些 什么设备股 心理头膳 都是这些 好不好 然后老朋友醒了 就涨多洗一下 同学不是跟你说涨跌洗一下 今天我相信如果说 你从下午看节目 1点半说完开始看节目 应该是 起码10个以上老师会讲 但是我必须跟你讲 只要他是说什么 这是什么瘦瘦针 什么什么批蛋的 那就是他跟风的 乱追的 好不好 他不知道涨什么东西 同学其实做股票 我的股票没有很多 我不会什么 这个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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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搞了二三十次股票 我不会这样子 所以呢 所以像有些 我知道网路上什么 靠北投顾的 说真的也没什么要靠北 因为我做什么就说什么 我股票也没有很多 我不是那种什么追啊 涨追追追追 什么股票都有 什么族群都有 然后每个族群 全部股票我都有 我爸爸不是柏南客 你爸爸也不是柏南客 那个演戏的 我觉得你看看笑笑就好了 好不好 如果说你真的看得去参加 说真的 看的就是要骗人的 你会被骗 那你赔钱刚好而已 你要怪谁 怪自己 好不好 那还是这样有方法就有下一支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 我就是有些股票后面有后事了 好不好 我有整理一份资料送给你 然后 等一下节目最后 会有那个QR Code 你可以扫QR Code 好不好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520后的大事 看资金考验方向 同学 资金基本上 跟着题材面走 5月23号会道财报 6月份有电脑展 然后MCI个股调整 然后00940 这个另外换股 搞不好有些股票可以吃一下豆腐 好不好 然后投信 第二集作章 进入最靠潮 所以520之后 你说520 就指数 同学指数我不敢跟你打包票是什么 指数什么一定还会大涨特涨 什么2万4 2万 那个东西我不敢跟你说 好不好 因为如果知道指数会怎么走的 他就唬烂的嘛 谁会知道后面怎么走啊 明天跟无常谁会先到 没人知道 你懂是吗 所以就指数的部分 我认为其实指数他找到方向是往上 是往上看都可以的 震荡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做法是什么 我们做法是看个股 我们是由下往上的超好方式 所以你指数震荡 你只要 同学 我这边放的一直都是OTC OTC只要不挂点 或者说OTC 看起来是有免账账账账账账账 就是有人在 那目前来看就是 就有人在嘛 顶多就整理而已嘛 顶多整理不然是什么 不然就是可能换OTC这边账 所以我认为OTC这边 就是提财股啊 就是提财股啊 好不好 那提财股的话 我们先来看这个啦 同学 这今天我去东森的时候 那体面在问的 因为昨天广大豆淘灾嘛 对不对 今天技价不错 我说是不是技价可以买 呃同学你要买我当然没有意见啊 不过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 同学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 所以以技价来讲 我没有说到不好 你也不要误我意思 好公司光达也是好公司 只不过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说的 他们在提财都是GB200 GB200就不是现在嘛 是第四季 第四季你要提前反应也可以 问题是提前反应是现在反应嘛 不是嘛 这一段到底在涨什么 从200 这边是241耶 涨到394耶 这边涨了多少 啊同学 你自己算看这边涨多少 这边涨了150块耶 这边涨150块在涨什么 就是涨GB200啊 所以他有没有先反应 他反应了嘛 那反应如果说你看目前为止 请问他是多方股票还是空方股票 啊 不能说他是空方嘛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跌破月线 但是呢 他不是多方攻击的股票 因为怎么样 因为这边的高点没过 这边的高点没过 这边是起跌区 跌破月线的起跌区 对不对 这两根黑黑棒都是带亮的 目前他这个位置喔 巨量长黑全部都没收付 啊全部都没收付 啊买这个 不是说他不会涨 你给我一点时间 给股票一点时间搞不好的 年底他就会涨 因为年底又做梦了嘛 搞不好就会涨嘛 但是如果说你 这个地方你要在那边卡的话 他这个地方不知道洗多久耶 这不知道要洗多久 不知道要洗多久耶 如果一洗 哇洗个三个月半年 那你怎么办 看别人再涨 看别人再赚 你愿意吗 所以不是说这种股票不好 而是怎么样 而是他这种都提前反应完 就提前反应过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都什么 都有那种巨量长黑的套料区 所以要做的话 起码要等他收付 就是筹码面的角度 起码等他收付 你要做再来做 好不好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你说这些股票 比如说什么广达 记一下这些 如果不抢的话 是不是大盘没戏了 也不是啊 同学 你有没有发觉他们不抢 已经很久了 不抢很久了 盘面上的戏 基本上是什么 台积电嘛 然后一些中小型股 比如说像锁摩门 昨天哇 大跳水 今天又可以涨停板了 哇真的好厉害 所以呢 所罗门那代表什么 所罗门 代表就AI 就这个啊 就无人机的部分啊 对啊机器人啊 就这个啊 所以就是其实盘面上怎么样 还是有在预告说 就是有留有活种 活种到底在什么地方 真的你也可以看这个 同学 这不是多方的对不对 就是比较偏整理 就没有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嘛 那如果说你要看的话 AI题材 这个啊 我们老朋友啊 老朋友这个 就去想啦 我相信那年初就讲过了 那我们其实年初讲过 老朋友啊 我又来了 讲的时候在那边七十几块 对不对 5月8号的时候 七十几啊 七十几 这昨天啊 今天是17号啊 昨天喔 昨天我知道他在震荡 昨天啊 因为他昨天笑我有法说 可能有些怕说他笑我法说 不是说不是法说啦 座谈啦 可能有些觉得说 这座谈可能说的不太好 先闹跑 所以昨天呢 哇有点跌破90块 这我们在1点03分的时候 跟所有的学员说的 具想90这 因为正经校就能怪你 蓄报即可 怕你乱出 我跟你说蓄报即可 你不用看日线啊 这是周线啊 周线啊 周线那时候 没涨的时候告诉大家 现在怎么样 到今天为止 我要整个喷上去了 我还没涨的时候 告诉你才有价值吧 还是这个地方跟你说 赶快追 我们这里买近金六 买在96块 是这样子吗 我买76块 这边是76吗 我买76的 这边96勒 今天最高96勒 扭20块了 你要追在这里 不是很奇怪 当然也是会赚啊 只是怎么样 只是短天上有时候 你追高的话 你被刷来刷去 那其实这个才多少 才几天而已 一个多礼拜而已 今天礼拜五 五天 这上礼拜三的事情 八天 八天而已 一支股票 扭20块了 拉20块已经快三成 请问 这八天 同学 你自己做的话 你赚三成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用我的方式试试看 不然就怎么样 不然就是 有时候 可能调整一下你的操作方式 好不好 就差不多这个样子 但如果说 老师我的股票是天天涨停板 我参加你的会员 好不好 也可以 就是你只要跟我说 你看我多准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参加你的 你知道什么 其实股票市场本来就没有绝对的东西 只不过 我自己做就做得不错 我知道在买什么东西 同学 我知道在买什么东西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什么 今天应该很多人会讲这一支 很多人 但是只好跟你说什么 他有什么瘦瘦针的题材 只要跟你讲什么瘦瘦针 你就不用理他了 他瞎掰的 他不是长瘦瘦针 他有瘦瘦针 但是他不是长瘦瘦针 好不好 他有AI 他有AI 公司没讲 不方便透露 公司说不方便透露 但是其实他有AI 后面你就慢慢看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有AI 就是有人知道 有AI才会这样喷 瘦瘦针会这样喷 你把他骗 做瘦瘦针的北極心 都还躺在那里 你什么瘦瘦针 瘦瘦针的针头 没错吧 北極心说他有瘦瘦针 他做原料的 不是 北極心说他有瘦瘦针 购病一家公司 做瘦瘦针 但是他做的是原料 原料如果都不会涨的话 怎么会做针头的大涨特涨 说不过去 他不是涨瘦瘦针 好不好 他有AI相关 有AI相关才会这样子 现在市场上的钱很聪明 你没有跟AI相关 大家都没什么行事 你听我的意思吗 就差不多这样子 那这些股票 今天最高96 对不对 从这边 我记得这一天讲的 这一天红月棒 第一根我就来了 76 96 拉了20块 恭喜大家 如果说你相信我的话 其实 不管说你是带扣讯 或是说看节目猜到的 或是说你是短线法宝 我都告诉你了吧 我全部都告诉你了 恭喜你大赚 好不好 然后呢 我记得是去年年底在这边 这边 我这边就讲 我记得那时候一开始讲的时候 我就说这支股票怎么样 要大波段操作 要大波段喔 没错吧 所以从这边是60几块 60几块 讲到80几块 80几块这边当然是 鬼混嘛 鬼混我有出掉 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做大波段的股票 真的蛮瞎的 怎么叫瞎 只要这种黑K棒 就会有人来 因为我们有Night 就会后台就有人说 老师你是不是割韭菜割完了 这股票是不是死定 真奇怪 你看到现在为止 然后什么割韭菜的问题 就跟你说大波段操作不是吗 就跟你说大波段操作 只是大波段操作 你参加我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我想办法帮你分段做 等的时候尽量不要等 不然你这边等着 我也可以等着丢着 我知道有同意的股票就是买的 丢着不理他 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然后有上去跟你说 你看我好棒棒 三年前买的 你看那时候买多低 会员找到到期 好不好 但是 像这种就是 有时候等的时候 他尽量不要 我们尽量不要等 先把他出掉 出掉了 要转强的快点快来 快跟你说快来 扣讯赶快扣给你 赶快买一买 基本上一定买得到 你不要想说 这个老师地方 刚起上的时候 没什么量 我都分批扣 一天扣一组 所以大家都在车上了 不是吗 一天扣一组 他刚刚分批扣 分扣就上去了 所以大家都赚钱 好不好 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开始 一直做 做到这边 这边中间我们有出 稍微调节一点 最后一批 好像在这附近出掉了 出掉之后 现在又来 就一支 大波段 好不好 所以 我去年底 你也可以去验证看看 我去年那时候说 我这支是要大波段的 就是有波段 搞不好 这个96 96应该不会是这个价钱 应该不是 有AI题材 北米都会拉高 反正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有的话就恭喜你 那这个地方可能会稍微洗一下 可能会稍微洗一下 今天多少人跳进来 一大堆跳进来 可能会稍微洗一下 有上去最好 没上去就顶多刷一下而已 就差不多这样子 所以感谢大家信任 那我们再看这个 一样 帮你节省时间的操作方式 这是我们4月29号跟大家说的 这天新闻说什么 水冷散烈零件先涨掉槽 没错 这是事实 那天涨什么 那天涨励志 那天涨励志 励志 我们有买 就是在4月29号有买 159 160有买 然后隔天 隔天把它出掉 隔天把它出掉 那天最高是12.5 再来我跟大家怎么报告 我说我怎么跟大家报告 你赶快追 我是这样报告的吗 赶快追 好棒 赶快追 我现在不是 他会洗 他会洗去 他有散热没有错 但是他会洗 那他会洗的话 为什么他会洗 因为他要发一个CB 对不对 那发CB 所以呢 所以要发CB 他价格会压在哪里 可能会压在160附近 就是你看到这个价格上去 你不用去追他 就是因为他会发CB 价格还没定之前 可能不会动 那不会动的话 你就等他动 就等他CB定完 等他CB定完的话 CB定完最好的价格 就是差不多160附近 如果说运气好 你可以买到160以下 对不对 如果说你看今天的话 今天最低159 是不是在160以下 是不是 收盘170 为什么可以买到 为什么收盘170 因为订完价了 订价多少 168 订168块 订完就怎么样 订完了 说真的 也不用压价格 之前压价格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要CB定价 那你现在订完了 就不用压了 不用压的话 你有随忍 随忍怎么样 随忍要开始投产啊 就这个月嘛 下个月搞不好就要出了 所以 他不仅有随忍 又有什么 AIPC AIPC散热 他本来就是做NB的最大 NB的散热 基本上就是他在做的 他市占最大 所以呢 所以如果说Computex这边走的是NB AIPC AIMB的话 然后他就加上水冷 搞不好还有机会 不然你现在买双红七红 你是买得下去是不是啊 你买得下去吗 你要六七百咧 就算上档还有空间 我相信这个地方你也买不下去 因为你心里面会想一件事情 我去年的时候还在150 现在六七百 我哪买得下去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就是 诶怎么样整理过 有机会往上走的 也是水冷散热的 你就可以留意嘛 那今天我有请 观乐学员165这边 再把它敲回来 观乐学员16附近 因为他价格稍微高一点 瘦170好不好 有一个好的开始 礼拜五大盘间跌 买的股票会涨 感觉还不错 好不好 应该没错吧 然后这一次也是散热 今天也涨 今天也是涨 今天也是涨嘛 没错吧 这个洗一洗应该就上去了 反正持续观察一下就可以了 那其大家可以留意的 谢谢 同学这个台药 我认为这个也不用说了 反正就是现在这次已经赚钱了 做那么多趟 对150 160做到190 做两次 做两次 对现在外资都看很好 但外资的看法不是说什么 同学你不要看到这外资的看法 说好棒哦 那是不是明天就要来 明天每天涨天板 不是啊 那报告都是12个月的 Touch Market都是12个月的目标区 但是明年不错 今年9到10嘛 可能9块多了 明年呢 有人估12有人估14 后年大家都估17 8 所以长线是没问题的 长线没问题的话 他短线涨多了 头信又一大堆 头信一大堆的话 反正就是 就这个 我们还有部位嘛 丢着就好了啦 因为他没有关键的K棒出来 这边盘 等到关键K棒出来 这边一直整理嘛 今天也这么混 反正混都给他混啦 其实同学混也没关系 你看我节目不是都赚钱 你看这是 你看节目 你赔钱吗 还是 还是 我在讲的时候 你都不满 200多了赶快追 哇 200多了 西老师说的真的 我上看260 外资说的真的 跌到150 哇 150 原来我被割柳菜 停损又开始谈 你是这样说的吗 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 就不要撑了啦 抠讯带着 在撑什么啊 一支股票 有人摊开UCC 有人摊开UCC 当然我希望你是摊开UCC 那一个啦 但如果说 真的有心魔什么的 最高沙地没办法克服的话 找个人来帮你克服啦 好不好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日月光头 就是什么 就木得啦 木得那天跌停 搞到三百八二级的时候 是不是吓一大跳 他现在在四百多啊 四百多等什么 等后面的业绩出来啦 不是这个月啦 所以你比方说 老师我这个月出来 那个五月底 六月初 是不是六月初要出来 不是六月啦 但是呢 但是 古教育在这边 就一定有人知道会几月嘛 好不好 会叫醒他的时候 我就会叫醒他了啦 反正就是在这个地方嘛 同学你没有想过啊 他是什么 他是MACI概念股耶 他被选进去MACI中产型股耶 你有没有听过他 也许你没听过他 但是外师知道 外师为什么知道 为什么要把他选进MACI概念股 他低级才算0.5而已 你是不是觉得低级才算0.5而已 哇 股价400块 这北比多少倍 北比哇 超高的 对 烂股 没关系你就去烂 你有本事你就放空 真的啊 你觉得他低级好 他0.5好烂喔 400多空死他 拜托你空死他 拜托你空死他 拜托你快空 快点去空 好不好 MACI概念股 到时候外师进来什么 那业绩开始跑出来 不要说到时候被嘎翻了 嘎翻了不要告我 我有提醒你喔 之前有人被嘎 想说嘎爆了还去告我 结果呢 搞个屁 根本告不成好不好 想想这个 製作就叫你做多 你放空 放假 告我 告我你要告我什么 啊 我有时候想到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年纪大了啦 我已经不会生气 只是觉得 我就跟你说做多 跟你讲做多 每天掌停板你去放空 放空 我都觉得很奇怪 每天掌停板你应该要感谢我才对啊 怎么会跑去告我 说什么我跟主力挂钩 什么 什么嘎空 喔 拜托一下好不好 太太瞎了好不好 大家都赚钱就你在赔钱 所以这个你觉得低级0.5 要空你去空 这个可能股价只有一百块不到 随便你要空就空 好不好 这个日月光在里面喔 好不好 日月光有二三趴喔 你要空它 你肯定要看看日月光 又不会让它股价掉下来喔 我先跟你讲喔 好不好 所以其实 有时候 有时候我嘴巴比较贱 好不好 但是呢 但是为你好啊 好不好 为你好啦 希望你可以赚钱啊 就是看节目也可以赚钱啊 虽然说有时候会遮一下 或者学你的权益 但是 口心还是带着啦 苦口婆心这样讲 昨天跟大家说的这两只 好不好 这两只 今天都涨啦 还要说什么 今天都去啊 今天到晚点了 它都涨 好不好 如果后面涨更多 那就没办法了 好不好 今天都是涨 好 有个活动 邀请大家 齐老板的大陆筹码清代股 好不好 有一些好的股票 像这个我都写在里面啊 就是我认为后面有机会涨的 对 有机会涨的股票 我写一个清单 好不好 有些陷阱还很烂 但是呢 但是公司在干嘛 我蛮清楚的 好不好 也许呢 也许后面会大标特标 搞不好又是倍数 你不要想说我在跟你唬烂 好不好 你可以自己看啊 你什么什么 立志啊 具想你可以自己看就好了 那个我不是什么什么 涨了哇 涨了快点追啊 这里买信 我都不是那种人啊 好不好 做你知道的啦 你心中知道他 你知道 这股票在涨什么理由 对 你就比较会抱得住啦 甚至你比较知道说 可以赚到多少钱 好不好 你看得到未来 才有未来啊 你看不到未来 每天随波逐流 这次赚了那次就吐掉了 不是这样子吗 对 所以呢 所以 谢老板的大户充满清代股 好不好 你可以少个QR Code 来做索取的动作 好我们做个简单结论 其实我们讲的就是操作方法 有时候方法就有婚姻能力 就有下一次 当然你说大盘的话 大盘 当然我也希望他涨啊 但如果说没涨 没涨无所谓啊 欧利息搞不好接棒涨 因为最近都是大盘涨 欧利息不会动 但是欧利息搞不好 在520之后他会接棒涨 因为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说的 其实 有一些题材 在520之后 其实他会陆续发酵 他会陆续发酵的话 就是 还是有钱可以赚嘛 因为大户怎么样 大户没有出啦 大户没有跑掉啦 还在里面啦 只是他们也是 嘲来嘲去嘲来嘲去而已啦 好不好 跟上操作的节奏 有操作方法就有火 我联络就有下一次哦 喜欢分享的话 有点个订阅小铃铛 我们节目给新闻第一期间 推播通知 有见不愧 分享到这边 筹码动足先机懂男长 我今天祝福大家 休假愉快 下周超出顺利 下周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号